参加一场聚会 遭遇意外活性身亡 轿车冲入河道 车内五人全部落水 私人幸运得救 一人当场溺亡 有一员人员被困车辆当中 因为溺水 导致死亡 受害人家属认为 案件疑点重重提出索赔 事故真相如何 现场栏目即将播出 2022年正月还没有过完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 刘军镇村民林某生的儿子 跟父母打了个招呼 就去城里跟朋友们聚会了 这一走就是好几天 直到3月31日上午 林某生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原来这个电话是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通知林某生 他的儿子林某龙因为一场交通意外去世 林某生怎么也不敢相信 出事前一天晚上 儿子还跟他在视频中有说有笑 一夜之间他就失去了儿子 出事前几天前 他就到城里跟他几个朋友去玩了 玩到最后呢 就是出事前天晚上 跟我打了视频 打了视频 有说有笑的 他儿子也喊他爸爸 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就是师傅库那个库长 他打电话说你儿子出事了 从交警口中 林傅了解到了儿子 是因为交通事故意外身亡 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 怎样严重的交通事故呢 2022年3月30日 我当天值班 凌晨3点多钟 接到120指挥中心的指令 在淮安区成恩大道 与沈坤路的北头 一辆轿车呢 侧翻在河道里面 有人被困 接到指令之后呢 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原来事发时 林某龙乘坐的是 朋友驾驶的小轿车 车在行驶途中 却意外侧翻进河里 接到报警后 交警和救援都赶到现场拾救 但是由于河道淤泥沉积 车辆一侧陷入淤泥 给救援增加了难度 我们请了 当时那个指挥中心 指令了专业的 就是潜水进去 因为那个河道还比较深 应该就是水面深度 应该是超过两米了 再加上淤泥的深度 就是前进去之后 因为副驾驶压在运力里面 徒手是救不上来的 所以最终的是把车辆 整个车辆拖上来之后 才把人从车辆里面解救出来 最终掉进河里的车辆 被救援人员拖出河面 但被困在车内的林某龙 却不幸溺水身亡 车辆是被拖出来了 从河里面拖出来 经过120救护人员现场确认的 是有一名人员被困车辆当中 因为溺水导致死亡 其中车辆的另外几名乘坐人员 都身体都没有什么大碍 经过现场简单的检查 到医院进行的救治 都没有受伤 没有生命危险 那么事发当时 车为何会掉进河里 同车的五人中 又为什么只有林某龙 被困车里了呢 事故现场南侧 车辆行驶方向的地面 是没有任何痕迹 没有刹车自动印记 也没有碰撞所形成的痕迹 警方现场勘察发现 事故发生时 该车辆甚至都没有紧急刹车 直接就冲进了河里 而且非常不巧的是 车在掉进河里的一刹那 正好副驾驶一侧 陷进了淤泥里面 因为它车辆属于 车头朝下 轮胎朝上 并且是副驾驶的一侧 陷在河道的淤泥里面 不管是他们自救 还是我们后期到场施救 难度很大 安全驾驶可以说是 每位司机的责任和义务 那么事发时 驾驶该小轿车的司机 为何会犯这样致命的错误呢 小轿车在冲进河里之前 又发生了什么呢 这个驾驶员叫犯罪嫌疑人张某 他其实是无证状态 就是并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并且当时他是处于醉酒后驾驶 直接速度很快地冲出去 原来该车驾驶员张某星属于无证醉酒驾驶 并且还有超速的违法行为 警方认为 张某星的行为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立案之后 对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取保候审 林某龙的父母认为 事发当晚和林某龙一起吃饭喝酒的朋友 都对该事故的发生 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事发路段没有设置警示标牌 且没有安装护栏 也是造成该事故的原因之一 2022年11月21日 林某龙的父亲母亲 以及林某龙的儿子三人作为原告 将当晚与林某龙一起吃饭喝酒的所有人 以及淮安市淮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告上法庭 要求他们共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023年4月11日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本案被告大部分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 已经过了开庭时间 他们才拖拖踏踏踏到达法庭 导致庭审时间也被延误 现在开庭 现在进行法律调查 现在原告承说诉讼请求 什么党地的人第一位 承说诉讼请求 并选说诉讼 请求人民法院 一百三费 原告方在起诉状中称 2022年3月下旬 也就是事发前几天 林某龙到莫某军家找朋友聚会 正巧张某星也从无锡打工回到老家 林某龙 张某星 以及朋友洛某 卢某等 那几天都在孟某军家共同居住 3月30日晚上 林某龙和被告张某星 卢某 洛某等9人 相约去饭店吃饭喝酒 直到次日凌晨 饭后 卢某驾驶租来的小轿车 送他们回到主处 车行至孟某军家所在小区门口 卢某留下小轿车先行回家 3月31日2时50分左右 张某星在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且已经醉酒的状态下 提出要开车去购买香烟 并顺势坐到车辆驾驶座 紧接着 林某龙也上车坐到副驾驶 上某 王某 莫某 君三人 坐到后排为止 仅仅几分钟之后 张某星驾驶的小轿车 在沿淮安市 淮安区 沈昆路 由南向北行至承恩大道路口时 冲入路口北侧河道中 造成林某龙溺水死亡的交通事故 原告方要求各被告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 118万5696元 丧葬费58934元 交通费1000元 明知司机醉酒 受害人为何还会坐上副驾驶 无证醉酒驾驶 事发前是否有人阻止司机 从聚会直到事故发生 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现场栏目正在播出 距离事故发生已经一年多 但是林父和林母 始终没能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 这些年就无法说了 我们就基本上是买卖的乘车 每天一晚上不停睡觉了 有时候一直哭到播音 真的 就想到人家的孩子在路上跑 我的儿子没了 我就好像这是我的儿子吗 不是的 看到人家的孩子好像就是像我的儿子 像得跑得不是我的儿子 想一想不到 想了 不像人家想了 她的梦给你 我自己想不到她 不知道怎么 眼都哭下了 林父说 早年间他们夫妇是开船跑运输的 一直生活在船上 也正因为如此 婚后接连生了三个孩子 都意外落水夭折了 直到林某龙出生 夫妇二人才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可是没想到晚年又遭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以前我几个小孩都掉下水了 现在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在这个小孩身上 所有到情况我 这个小孩说是 我们真没得完希望活下去 不是看生日的女人 生日给人提起了提 儿子已经不在 孙子现在可以说是林父林母唯一的念想 五年前林某龙与女朋友自有恋爱 女朋友怀孕之后就来到林家把孩子生了下来 本想等到法定年龙与女朋友领取结婚证 谁知道女朋友生下孩子之后 却一走了之 小孙子两个月大的时候就被母亲抛弃 现在又失去父亲 不到五岁的她 未来该怎么办 想到这些林父林母不由悲存中来 这个小孩直接是我们两个老的代谢 两个又丢得我 就没两分钟位这么大 一八十一八十都是我的 虽然事发后 朋友们都说林某龙当天喝了五六瓶啤酒 因为喝醉酒才会坐上副驾驶 也正是因为喝醉酒 才会在车辆侧翻进河道之后溺水身亡 但是林父对此却一直有所怀疑 酒量一瓶啤酒就在了 不喝酒 从来不喝酒 他们昨天说喝五六瓶啤酒 但是我都不会想跟人 他们又不喝酒 当然喝五六瓶 那么那也喝了 作为原告的林父 一直对儿子的意外死亡持怀疑态度 他认为不善喝酒的儿子 根本不可能喝那么多酒 更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车子冲入河道之后 同车五人 不管是驾驶员 还是后排的三人都无大碍 只有坐在副驾驶的林某龙 溺水身亡 那么事发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吴正又醉酒的张某星 为什么敢擅自开车 林某龙到底是主动 还是被动坐到副驾驶的位置呢 事发时驾车的司机张某星答辩称林某龙当时是自己坐上副驾驶的 并没有任何人叫他上车 这个叫张某星 他驾驶证有没有 我根本都不知道 因为我跟他根本就不熟 总共吃过两次拍 而且是经过落手 你说我 你说我知道他没有驾驶在发生 那个车辆管车 不能得到 我从高到尾 他们几个人都知道 跟他 只跟落手 是 很有 啊 管车实量比较少 跟张某星 总共 总共吃过两次拍 对吧 对吧 我从高到尾都不知道 他有没有这个驾驶 所以说他 他认为他们自己 就是说 纯属 你自己的那个 啊 就在这边下边 啊 知道吧 就是说 我根本不知道 啊 有没有站着 这个人对光 或者这个 这个 这个 是不是 其他人 车辆乘租人卢某答辩称 发生事故的车辆 虽然是他租赁的 但是他跟张某星并不熟悉 也不知道张某星 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与此同时 当晚与林某龙一起吃饭喝酒的朋友们都认为 林某龙的意外死亡 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 而作为唯一被起诉的单位 淮安市淮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也不认为自己与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 因此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所行进的区域不符合设计 与交通事故是由于造主车辆驾驶里面 违反现实标志车速太快 未按交通路线的标志行驶 其责任由造主者承担 与住建局无关的意思 根据刚才原告的呈述和各被告的答辩 本宁管达本家的真正焦点 主要是各被告试图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承认的数额 责任的类型以及比例 原告对针对的调点队容 本宁将就以下几个方面 挺重点调查 一是人败败的身份关系 第二是车辆所有 解决作出使用情况 第三是伺败发生以后 和伺败发生之日 聚餐饮酒 结聚餐接受后的车辆使用管理情况 第四 在文景城西门口 销量使用管理人员承受 事故现场现状 事故发生的情况 以及施救情况 第五 赔偿的项目 比例 第六 跟被告承担责任的对情 比例比例 有这个例如 针对本宁管达本家的 表现真正焦点 和重点交换的例如 原告什么意见 被告的例如 悲剧园自醉酒后的疯狂 那么这场沉醉不知归路的酒局 又是因何而起呢 这个 那是谁提一众的 应该说几个人吧 当时跟谁还能够伤 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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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人我也不知道 谁提 谁提 我那时吃个办法 给我伤口 谁提 谁提 这会儿 我说 我说 要么就不伤 要么就伤 要么就伤 就是那个吃饭的过程啊 大概有几个小时 凉 两个小时 对 两个小时 你喝多少 我们就五六年 五六千七九 对 那你几个小时 你三个四五年 我说 你喝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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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喝的最多吗 喝多少 你喝多少 我们那么算了 九到十年 对 弄下 嗯 那天晚上吃饭的过程 时间大概有几十年 时间 时间 时间的话 各把两个小时 各把两个小时 你还要喝酒吧 你有没有喝酒啊 我没喝酒 没有喝酒 嗯 你没有喝其他的 饮料或是什么 各一样 喝的饮料 嗯 哦 问一下这个 告诉我 当年有没有喝酒 我不清楚 好像没喝 不清楚 我没喝吧 好像没喝啊 对于当天聚餐的 喝酒情况 被告张某星 和卢某的说法 并不一致 那么当天 参加聚会的其他人 又有怎样的说法呢 那是什么 陈传 去买吃饭 在这里 自己喝的 挺挺挺 去买吃饭 一共吃了 五波四的气味 五波四的气味 那 我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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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共喝了 晒了 我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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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参加聚会的所有人都知道张某心喝酒了 那么在他喝酒后提出要开车的时候 是否有人劝阻呢 当时吃饭的场地也在场 你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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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起来 参加聚会的 当时怎么让他开车 你住次的 怎么住次的 怎么住次的 我就 我说你都安排不要开 你都安排 你也没证 你不要开什么 你也没有证 不要开 他 他那个酒喝多了 我也知道他人性的 他酒喝完了 他眼里谁都没有 嗯 他就要他不要开 他也跟我说 我就罢了 骆某是张某心的朋友 也是小轿车的使用人之一 对小轿车有一定的管理义务 事故发生前 他曾经试图阻止张某心开车 但张某心并未听劝 关于这一点 张某心的女朋友可以证明 当时你是怎么上车的 因为我跟他 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然后我开始上证课了 因为你这一方面上车 因为我跟他上车 当时你会有人劝张某心 你出来就这样 有 谁啊 考虑到这是一起民事纠纷 审判长尝试对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 但是原告当庭没有提出调解方案 审判长只能宣布休庭 虽然事发已经一年多 但是提到当时落水的一刹那 张某心依然心有余悸 张某心承认 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林某龙意外身亡 他也愿意赔偿 可是目前他却没有经济能力赔偿林家 采访中张某心告诉记者 他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他出生四个月就离开父母 由爷爷抚养长大 上学之后因为读书读不进去 初中就辍学了 后来辗转上海无锡等城市打工 换了很多工作 却没有一份能做的场景 好几年过去了 依然一事无成 上学就大大工 大大人之工 后来两个就都费力了 下下授授授授 下几个月 感觉下得差不多了 后来就又轰动了 轰动了 我们都是一个工历党 我们都是就跟那个民线 在大舞台不 不断地尝试 却又轻而易举就放弃 张某心渐渐失去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浑浑噩噩度日 最终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 触犯法律的红线 2023年4月25日 张某心被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 以交通肇事罪判处 有期徒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法官走访调查 监控视频还原事发经过 这个就是张某心的这个车辆 速度很快 直接撞到树木 冲到核道里面去 重回事发现场 针对疑点探寻中丝马迹 这玩意里怎么从那里边撞下去 这说明他当时也知道白发了 这路太快了 一场醉酒后交通意外 到底谁该担责 现场栏目正在播出 关于林某龙亲属提出的民事赔偿案件 考虑到本案法律关系复杂 涉及的被告也比较多 审判长贺同心决定 带着法庭审理的所有疑问 去淮安市公安局 淮安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找处理该起交通事故的交警 了解情况 警官您好 您好 我们是法院的 我们最近审理一个 在九龙事故外 是你们自己一个 要审大家的情况处理的 我们想想他了解一个情况 好的 他就在那边办理 你从这边进去 第二个门就到了 好好好 谢谢你 请问盛警官在吧 你好 你好 我们的法院呢 我先喝 你好 这是我们盛数捷 我们想了解一个情况 请追 这些事故呢 经过我们淮安区交警大队 最终调查认定 张警官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同时对张警官涉嫌交通造势的犯罪行为 我们已经依法提起公诉 盛警官 我们想看一下当时现场你们处理的时候 有没有现场录像 有 这些事故呢 我们事故现场是有监控录像 能完整地反映事故发生过程的 请你带我看一下 行 可以 那我们到监控室调去一下 好 这就是事故现场 对 很像我们现在看的是 沈坤路于成恩大道 由南向北方向 嗯 张某欣的车辆呢 就是沿着画面 由下往上 可以看到呢 这是绿化隔离带 有树木 其实这是个丁字路 丁字路 对 就是 它是 那边是没有路的 绿化带树木背后 就是 河道 就是说他们那几天住很住在一起 对 他们住在一起 然后一起出去玩 一起吃饭 一起喝酒 从负责处理事故的交警口中 审判长贺同心了解到 这几位年轻人案发前后那几天 吃住都在一起 事发前相约吃饭喝酒 最终酿成此次事故 对于事发路段信号灯和安全警告标志的设置 交警也给出了专业的解答 那这一段我讲一下 路口的信号灯呢 它分几种 这个路口 因为是T型路口 它信号灯是圆形灯 圆形灯的话 它不分方向的 就是它没有专门的导向的 说左转是向左的一个箭头 右转是向右的一个箭头 那这种圆形灯就是表示路口可以通行 默认的是向左向右 那不需要在这地方 这里设定一个 左门那个T字路口的提示 比如在这个地方 设定一个T字路口的这种指示 一般的交通标志 它是在路口之前 之前 对 它在这个事故地点之前 提前设置交通标志 让驾驶人来观察 那如果 就是说这个地方 如果再设置 其实起不到太多作用 已经开到 已经开到 开到跟前那 才看到有个标志 起不到太大作用 它其实在 在路口的南边是有 就是南面车 已经能起到紧直作用 对 已经起到紧直作用 对 在这条路当中 其实这个树木 就是起到 类似于护栏的一个作用 并不是说 所有的路段 都一定要设置 护栏硬隔离 我们下午 下午让它走个旅途来 然后又把 审判家政警官的 路线然后扣回去 扣回去以后 我们放在军中里 打印出来放在军中里 找一个证据材料使用 这样在安逸处理的时候 就有一个依据了 从交警大队出来 已接近中午 审判长贺同心和书记员 又匆匆赶回法院 审判长贺同心 与审判员陈鸿玉 利用午饭时间 沟通了一下 上午走访的结果 今天上午我会这个 审判到教练拉来去 找下那个 四国的村庆景 它是有远显的 远显的红榴带 根据这个 审判家 这红榴带 这这个路口 如果说远显的 就不需要再有其他的 这个地址线的表示了 那下面的路灯呢 就是晚上 路灯也有 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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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了 能看到那个 今天是一台树 下午我们要到现场 开一开 经过商议之后 他们决定下午 再去事发现场 实地调查一下 事发路段的路况 以及交通信号灯 和道路标志的设置情况 是有一个红绿灯 对 这个表面 能看到了 嗯 而且前面这个绿植也很高呀 前面 还是前面那个绿植 就前面那个绿灯 下面那块 对 对 我们到前面走 前面就是事故现场 然后车友停下来 然后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看一下 停下 他从一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撑下去 就说明他当时 也知道拐弯了 应该是说哪里 撑下去 他速度太快 我不要下来看一下 这个晚上啊 后过去以后啊 后过去以后 再打这个反应 那个应该也给你讲 对不对 说了七八平呢 大家那时候 都凌晨两点了 反应慢了 这可能也得到了 对 看这个树 这个树 这个树 完全是一辆车 冲突过去的 对 这边有个柱子 对 你们看一下这个形状态 这就是期车形状态 从那边过来 从南边过来以后 应该看来很清楚 应该看来很清楚 对 反正我不知道这个信号 它应该是直冲到河堤 而且這個信號燈是正對它來的這個方向 正對它來的這個方向 那天又有熱燈 它是完全低暗的 對 它多大影視頻表示 都是設定標準 它是除革外的標準 或者一革外的標準 除革外的標準 除革外的標準 然後這地方就能看到 這個應該有50米 不是50米 超過50米 這地方 在考慮這的時候 它其實應該知道 是向主或者向右 這些橫流的 比較低下的標準 應該很清楚 通過現場調查 審判長賀同心 和審判員陳鴻宇發現 事發道路 不僅有交通信號燈 地面也有很明顯的拐彎標誌 這些都能提醒駕駛員 前方道路的狀況 我們到這邊看看 看看現場的標誌 地下標誌 走這邊看一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一個左拐一個右拐 一個左拐 你看這地面標誌 它這有兩個拐刀 左邊右邊 這是向主拐的 對 它如果有最新拐刀 它應該有一個標誌 而且這地方前面就有 前面就有標誌 它前面就有提示了 對吧 前面就有提示了 這個標誌 標誌很明顯 而且好多段營運開了以後 沒有任何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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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 這個人 你看這起背標誌板 是吧 它開的時候也太猛了 直接炫過去 對 人家車到這裡 就停下來了 它這應該 梯子都高 還有都危險的指示 但它不需要 就兩面指示 不需要兩面指示 經過調查走訪 對於事發經過和原因 審判長賀同心都了然於心 回到法院 他就著手查閱資料 為案件宣判做準備 參加一場聚會 遭遇意外不幸身亡 就是你小孩事情 我說怎麼了 他講說 你小孩出事了 轎車衝入河道 車內五人全部落水 直接速度很快地衝出去 私人幸運得救 一人當場逆亡 是有一名人員 被困車輛當中 因為逆數 導致死亡 受害人家屬任北 案件疑點重重提出索賠 一場醉酒後交通意外 到底誰該擔責 現場欄目正在播出 2023年6月16日 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 人民法院 對該案作出判決 法院經審理查明 被告張某星 未取得駕駛證 未經他人允許 酒後超速駕駛機動車 發生交通事故 造成林某龍 當場死亡的後果 其主觀上存在過錯 按照60%承擔賠償責任 林某龍 在無人邀請的情況下 明知有危險 仍自行乘坐 對損害的發生 也有一定過錯 轎車租賬人 盧某 轎車另一位使用人 駱某 以及事發是 共同乘車的三人 各按照5%承擔賠償責任 法院最終判令 張某星賠償原告 746778元 另外 駱某、駱某和 共同乘車人 每人賠償原告 62231.5元 一場年輕人的狂歡 最終卻酿成一出悲劇 社會的進步 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追求精彩的人生 但我們應該清楚 在年少輕狂的邊緣 有一條名為法律的底線 是任何人都不應踏足的禁區